因為我這次是受那個Battle Arena邀請 就是馬來西亞那邊邀請我過去 然後一開始我想說 一開始我助理還跟我說 蛤 這個好嗎 就是大家都不太清楚 結果沒想到他們廠商人超好 然後他們呢 那個電競館新的 就是他們自己有一個新的電競館 新蓋的 對 然後他們那裡面有100台的電腦 100台的電腦 然後是讓粉絲們是可以來這裡面 跟你們一起做活動遊戲的 然後他們是兩層樓 你就想想看我們的電競館 可能在兩倍多一點 好大喔 重點是裡面的配備 裡面的配備都是最高級的 你所有想到最高級的配備都在裡面 然後玩吃雞超級順的那一種 所以你說有兩層樓 一層是可能他們在打電競比賽的時候 會在那邊比 然後一層是有點像網咖 它也不算 因為網咖會有點開放 它是有大包廂類型的那種 然後二樓呢 它就是還有那種 就是可以讓你去拍照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自己拍 誰在那裡拍照 在攝影棚 太高級了吧 然後真的有大燈 就是讓你可以再去拍照的地方 就裡面很萬全就對了 然後它在那個舞台旁邊 可以有三個小房間 然後是透明的那種 人家可以看到你了 就是你在裡面 可能實況主在裡面打遊戲 很像直播間這樣子 對 打遊戲人家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他們就是現在已經在跟很多很多的廠商洽商 因為人家看到就去找他們說 欸可不可以變成以後那種職業選手的練習室啊 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感覺也不錯 嗯沒錯 然後他們自己也會培養 說以後未來想要培養一些自己 Fatel Arena自己的 戰隊 戰隊或什麼 或那一類的 哇 這樣他們在對於電競上面 好像也還蠻熱誠的嘛 他們就說他們就是喜歡打電競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特別哦 他們真的是全心全意 你知道我們去就是老闆啊 就他們老闆自己開車來帶我們 然後一直接講 然後一直問說 有什麼不習慣的啊 什麼東西來跟我們講啊 然後裡面的人也是一樣 然後那一天的活動 差不多有60%是男生 40%都是妹子 然後各個形形種種不同的妹子 因為現在在台灣 可能大家都比較一致啊 就白白的 就白白的 複製人的意思是不是 頭髮都是這樣 差不多那樣子 但是他們就是有那種爆炸頭啊 台灣很少看到女生爆炸頭是吧 是來自各國的這種 因為大髮會的感覺嘛 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在裡面 所以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女生 那你有沒有就是那個電競館照片 蠻想看的 好啊 我們好像有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好了好不好 好大 哦 這Twitch的 你看它就有三個 有Twitch YouTube 還有鬥魚 然後我就在Twitch那一邊 然後你現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上面完完全全的 右邊那是小舞台嗎 那是大舞台 等一下我有那個 應該有大舞台的照片 這是兩張照片吧 對 然後我 那個是Close out 然後我就是在裡面直播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經過就把我當動物園 就這樣 哈囉 我可以再遠 放血 對 然後這一張是我邀請 這是他們 旁邊的三位妹妹是 那個 他們的接帶 他們是有人在端酒水 就是水啦 水跟零食 然後在會場來問你說你要不要 就很像大型的Party那種 哇 所以這是他們的制服 他們裡面每個人的制服都不一樣 然後如果是他們的那個 Reception 的話 前面就沒有穿外套而已 但是都有白色裙 然後紅色那是他們的Logo 嗯嗯 對 然後我就請他們進來跟我聊天 還有我的觀眾 然後當時我就在設定東西這樣 好酷喔 嗯 沒錯 還有嗎 還有嗎 喔有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放血姐姐 放血姐 因為他們那邊就是整個 還有一個地方是放完全是吃雞的 那些所有道具 你看看到旁邊就是空頭箱 旁邊 就是那個 後面那個 對對對 那個是一個場景 你可以在那邊拍照 然後當天也有很多就是cosplayer 然後他們也是自己 就是過去 然後 半成一戶兵嗎 四級包之類的 半成就是那種學習 就是裡面的那些衣服啊 然後有李小龍啊 李 就穿黃色衣服的 李小龍裝 對對對 好棒喔 然後你看看二樓 二樓它是大家可以在上面看 然後後面就有電腦 兩邊都有電腦 那他們當時是在看什麼東西 他們當時是在看舞台 因為舞台有比賽 PUBG的嗎 PUBG還有DOTA的比賽 喔 對 我們有舞台的照片嗎 有沒有 喔 有沒有 右邊的就是舞台 然後是 他們是舞龍舞師 因為他們那一天開幕嘛 所以我們是去出席 然後他們就請兩隻舞龍舞師在那邊表演 我想說這隻 這隻獅子的腳泡場 會發光耶 會發光耶 腳泡場 發光 你是不是在暗玉 平常看到的比較短一點 哈哈 對 然後你看他們舞台 就是其實你這樣看過去舞台是非常大的 然後裡面的配備也是非常厲害 然後它的燈光效果都很足 然後中間看到那顆球 那顆球是會整個閃 就是有光 就有點像贏到世界大賽 贏 贏世界大賽可以摸著中間那顆球 贏到世界大賽 就你得到世界大賽 喔 你得到了 我正在想說 世界大賽的冠軍 抱歉 抱歉 我剛剛想說那是什麼字 你說贏到嗎 不是 就是贏得了世界冠軍 就贏到 對 對我的 中文就是 普普 我聽得懂 我聽得懂 所以 好 我們把那個跳過 哈哈哈 因為我也很想截下去 可是我想截你應該會 想把我們打死吧 好好好 所以那個 他們就是非常盛大 而且他們有跟我說 在未來的日子裡 希望可以來台灣 就是也開一個 Battle Arena 來台灣 可是台灣的地比較小 而且 目前已經有兩座電競館了 對不對 Garena的跟鮑雪的 嗯 對 然後好像在三創那邊 還有一個是 羅技的 喔 對對 羅技那邊還有一個 比較小一點點而已 但他們都在這裡啊 都在台北啊 所以 搞不好他們想要 在台中 別的地方也說不定 有可能啊 也希望 當然也希望 Battle Arena 可以跟我們抱抱 有一些合作 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蠻不錯的 好期待欸 是不是啊